来来来来 行行行 这次分手的重要原因 到底是什么呀 听来听去没听出什么来 嫌小气是吧 对 就是末节 小气 还有别的吗 就是很多小问题 就是攒了很久了 因为这么多年了 已经实在忍不下去了 你提出的分手对吧 对 我没想着真分手 那你为什么要提分手呢 我就想着吓唬吓唬他 吓唬什么呢 就是我想着我要提分手 他可能害怕了 过来哄哄我 就不想跟我分手了 我非要哄你啊 别整那没用的 那么多事都是我哄你 我哄你 别整没用 你们俩过去谈恋爱的时候 出了问题都是你哄他吗 就是谁的错一般都是去哄 平时我跟他在一起 出啥事了 出什么问题了 都是我想着去解决 你一跟我解决问题就磨叽 那我不得跟你讲道理吗 你磨叽两三个小时 半夜谁不睡觉 我不是跟你讲道理吗 那我不跟你讲道理 你讲道理 那么喜欢道理 你跟道理过去 你别跟我过 这样要分手 你看 不讲理 请我问一句 你们当时这个女生 要到男生生活的这个城市 是谁做的决定 是他要求的还是你 我俩商量的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 见面本来就少嘛 然后其实毕业了 好不容易能在一起了 就多往一起凑 然后就能在一起 时间多一点 你们这四年的大学的这个异地恋 是怎么弹过来的呀 其实就是在异地恋的时候 也想过就是分手吧啥的 然后但是都没有这么闹得这么大 互相忍一忍然后就过去了 好 那现在怎么就忍不住了呢 正好他提的分手 我也 然后就正好就分了呗 我也是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坚持不下去了 是为什么呢 因为烦心事太多 而且就是 咱们把烦心事归归累啊 性格算一累 对吧 你觉得他矫情 那还有什么问题 让你忍不下去呢 就是不太想我的感受 光想着自己 就比如大晚上解决问题 他总想然后就自己得劲 然后就不让别人睡觉 然后也不让别人休息 我那是让自己得劲吗 我这不是想解决咱俩的问题吗 不想分啊 不想分 为啥兄弟 兄弟这词我不能叫 你们俩之间的叫法你看 因为毕竟在一起都四年了嘛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一些小事 生活上面的琐碎的小事 他甚至因为我喜欢篮球 不让我看球赛 你还好意思说 我有一次在家里上了厕所 然后没有纸了 我就喊了他那么长时间 喊了好一遍给我送纸 然后不待会儿 在那边说一句好球 那 那我当时 我清楚记得那场比赛 詹姆斯绝杀 那我 我当时肯定很激动啊 我没听着 你去找詹姆斯 你别找我了 不讲理 还有就是我俩出去旅游 就好不容易能有时间 俩人在一块能空出几天 然后去琴碎岛那边去旅游 本来天气挺好的 然后两个人出去玩玩 非要在宾馆看球赛 看直播 林律师 这我承认 这是我不对 但是我觉得 没有必要因为这一小时 闹到分手这个地步 他其实是觉得说 通过两个人 在一起的这个相处 他发现你对他 第一是给的时间 陪伴不够 第二个是 你可能没有他想象的 那么男人 比较矫情 这是他现在 所谓的 不给你台阶下的一个理由 你说分手好吧 我分手吧 你觉得这姑娘身上 什么是你忍受不了的 她整个一个网野少女 天天就知道吃鸡 游戏有那么好玩吗 有 我们俩的爱情 我总是处于弱势 我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想强势一回 对吧 然后提出一分手 结果凉凉 凉凉了吗 各位 来吧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认识 字幕by索兰娅 字幕by索兰娅 字幕by索兰娅